将这个螺丝紧死调整好之后 调整好为什么 手动做弯边 这个钩子勾起来 勾起来之后正好稳住它 正好稳住它 不要勒太紧 也不要中间有缝 就开始把这个后边这个螺丝紧死 尽量调到这个轴承螺丝紧死 紧死之后 做弯边 让它弯边 看一下弯的这个 合不合格 不合格的话 这个需要调整 这个下边有缝 这个太靠上 需要把这个 外边这个往下边敲 这个也往下边敲 相当于靠上面这个平面 来压这根铁丝 靠下边这个平面 来拱下边这根铁丝 说明它有点高 说明它有点高 它才出现缝 往下边调 往下敲 敲完之后 紧上螺丝 将螺丝紧死 再开自动 这个折边快关 开自动 启动 看一下 摘在这个角度 需要把这个 亮条金屎 亮条 什么呢 尖死 亮条顶紧 顶紧亮条 顶紧亮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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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